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那个LOTO拾传器的那个扩展功能模块 这个是那个线号发声器模块 可能客户买到的是这个样子 拿到手是这个样子 新的客户可能会收到两个玄柳 老的客户可能没有 这个没有办法用 我们不断的升级和拿新东西 可能新客户能占到便宜了 这个其实也不贵 一块来钱 一两块钱一个 你可以随便自己定义它在哪个上面 这边的话大概主要介绍一下 这个是跨展接口 这个接口是往实话器上递接的 是这样子去递接的 这边是这么写的 signal to generate output 这个是信号发声器的输出 那这个是通道币 实话器的通道币 有很多客户问说 是不是两个通道的信号源模块 其实不是 它只有一个通道 之所以有两个BNC是因为这样 你把它插在跨展接口上以后 然后你发现实话器的通道 已被打住了 你便没办法使用了 那这个时候其实它就是代谢通道币的 那你的信号 设众器的通道币就在这 信号源的输出通道在这 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边的扩展接口是为了以后用的 这个大家先不用 我们以后扩展可能会再公布 那这边有两个旋流 就是我说的 这两个MOD 这边是调整它的那个放大倍数的 就是你输出的信号的复值 那这边是调整offset 偏制 偏移量的 相对于零位置的偏移量 两个调整位置 那如果有需要跌底的话 可以在这跌底 一般是 就是那种 铜线啊 这种接底 一般是不需要的 一般是弹头数数上就带接底了 这个用的比较简单 照上去就好了 这上面有方向 方向是增大的方向 这边也会有方向 不要的 戴上去 那帽子可能每个版本都会不一样 戴上帽子以后 其实让你拧的可能会更精疲一点 就是手感会更好一点 戴上没有帽子的也能拧 两个条件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整个插上一会 就是这样 那这个就是设伙器带鲜化发生器 然后鲜化发生器的配件 除了这两个 还有一个 这个 这是一个输出线 就是标准的小源的输出线 BNC转合一夹 这两个是合一夹 那一般的用法是这样子的 把它接到它的输出通道上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让我们来看一下 我再拿一个设伙器的 那用法是设伙器的探头 比如说我们的英文的时候 如果你是买了一个帽 戴信号发生器模块的版本 你可以这样子 如果你用你的信号发生器去驱动别人的话 可以把这个接上 然后去夹在小信号的地方 然后如果是说你要自己测试一下 你的信号源 或者是说你去驱动别人了 然后你还想知道它驱动的效果 因为我们这个的频率和那个 信号发生的波形的种类 可以有三种 正弦波 三角波 方波 那你如果是频率也是可以调的 这个波形的种类和频率 都是在上位技术软件上调的 那你通过手拧这个 是可以调节大小 但是它是没有刻度的 你要调多大 比如说我现在要输出1.2V的正弦波 那怎么是1.2V呢 所以你需要用这个设伙器当反馈来看 比如说我这样子 这样子 其实这样接的有回环就是自发自收 自发自收 这D D回向接在一块 然后我通过这个 试过器 然后我边拧动边观察 试过器上波形 那我能看到你是不是到1.2V 那如果到1.2那就是 OK 那就调好了 片子也是一样的 这是用P通道的试过器来看 当然你可以看到P通道就这样子 可能说因为这被打住了 可以这样子 好 我来操作一下看那个下发生器模块是怎么用的 就是打住默认你已经这样插上 你可首先要确定这个灯是亮的 就是说那个供电正常 一般是会有问题的 然后是这样子 然后你对软件打开以后 比如说是这个是插在4.2上面的 那大多软件上在这个页面有个扩展 普通的我们是这个页面 这样的一个页面 对吧 试过器的说明是这样子 我们也是这样 它旁边这个标签也是扩展 过来一面里面就会有 现好发生器模块 当然你只要选中它才可以用的 选中现好发生器模块 然后它这边就可以设置了 刚才说的它的波形的类型 是通过软件来设置的 就在这儿 比如说正弦波 三角波 方波 三种可以选 你只要选中了就可以了 然后频率也是在这设的 这儿默认的 这个单位是合资 默认是1K合资 然后你改变了以后 你确定好 比如说我们现在 它就是1K合资 能看到 它现在就是1K合资 这个正弦波 然后我改成三角波 改成双波 我们以正弦波为例 比如说1K 我现在改变它的频率 我输个2 它里面成2K 这边会显示2K 才会动到上 那我也想要少它的幅度怎么办 那其实就可以这样子 这个是调幅度的 0 那根据箭头方向 它是重大的方向 当然你戴上帽子了 可能看不见得好 那这样子是变大 就是逆时边是变大 然后逆时边来0 这是最大的 最大的多少 这是两幅每个 大概4幅多 这是1幅每个 但是它大概在4.5幅左右 就是我们最大的 可以输出它的幅度是4.5幅 这个是正弦4幅的偏致 然后0到4幅的幅度 然后把它调小 一直可以小到0 好 别说这么小 我们其实可以打 看它 对 这是100号幅每个 这是大概三百号幅的样子 再调到应该在一百号幅左右 好 就不到一百号幅 现在的度数是个 七十八八十号幅 好 文件法 再调小 好 现在是个 二十七号幅 二十七号幅左右 好 一直它可以想到 我去用文件法了 调到0 好 看得到DC 好 这是自发自收 就是刚才我说的自发自收 来测 来测 测它的标准 来测它的这个波形 然后幅度可以大可小 然后我们看它的偏致是一样的 也是根据电脑方向 我现在拧的是到负的 负点 然后把它放下方向拧 那到0 它基本上它的偏致在正幅4幅左右 你可以点到这么 好 这是自发自收的这个过程 然后 你真正用的时候 你这个也可以同步接着它 然后这边两条电你的被激烈源 好 被激烈电路 那其实你能看到 我要给它加多少的电压 多大的波形 多大幅度的波形 多大的偏致 你可以在这儿调 然后这边还有扫屏的功能 扫屏的功能 你可以 哦 这边还没收完哈 这是2K 这样子就是20K 你点确定 它就生效了 20K 但这边可能把 现在就是20K 20K的波形 那我们看一下它其实最高能输到 我们这边的指标是13M 就是最高是13M的一个波形 好 我要这个简步 那我给你调一下13M 这边 13M 然后一算三个零 后面再三个零 就是13000K 就是13000K 就是13M 好 你看它已经密集得不像样子 那就是说我们这场率要调高了 好 就是13M 不行 我们打到就是乘1的 把它乘10的 更小 好 然后就是一个13M的一个波形 那其实你也可以调它的幅度 这是一个13M的波形 13 13M 左右 然后 这边 13M 当然你再设高于13M 还是上不去的 已经被限制了它最高 你设14M就变回13了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情况 那当然它低频也可以设得很低 这是1Hz 这是1Hz 这边 这边 这边就得把它 档位打得足够低 才能看得出来 什么期的时间 档位打成 1秒 1秒每个 这是1Hz 打大概一个周期待了1个 这是1Hz 就是你的相关技术出现的 输出的是1Hz 档位 帮分辨论老师 它会更清楚 更细利 这输出的是1Hz 然后刚才看的是13M 这是1Hz 不行 当然你可以同时两个通道 来看它 比如说这样子 或者B通道协上 然后把B通道打开 这个是外界的B通道 B通道打开 B通道是程式档 等一下 先把它的保险比较小 打开1 好 把它同样的档位 好 它基本上是充合的 好 但是1Hz不清楚 它还有功能是扫屏的功能 是软件的功能 比如说我们现在 现在刚才已经接好了 两个通道 B通道B通道 同时监测 线上缘的输出 这边会显示它的波形 然后是这样子 扫屏在这边 然后比如说70频率 设定1最终频率是100K 不仅是100Hz 时间间隔是500毫秒 然后我们开始扫屏 它就会从设定的频率 开始自动的电话 它的频率 你看到它的 一直在变 一直在变 频率会不断的在 按照这个设定 在提升扫屏 这个是它的另一个功能 你可以单停它 好 你可以解锁它 OK 那基本上的功能就在这 当然它是可以提插器用的 但是建议也不要这样子 再电话插它 好 好 这个模块尽量不要再把插 把电源先断了 然后把它取下来 那这个 它的背面这边是为了保护它 因为没有外壳 没有外壳 它背面的针角有可能被你放到一个保电的地方 或者有静电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保护它的 领盖这个除了说明文字 只是只是你的方向 只是你的作用 只是amplitude 就是幅度 除了这个作用 也是保护你手 不要接受到它的芯片 静电 机窗打 所以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或者静电厉害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手去摸它的针角 或者是伸到里面去 一般也伸不到里面去 用手拿就可以拿这种地方 就是这种地方 就可以了